本猫头鹰茄子在21世纪,科技高速发展的如今,人工知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术早已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,在未来,它同样拥有更为广阔的前景,当然,也包括在军事上,以西方国家之手,美国为力,美国一直在持续推进人工学, 而他们对于武器化人工智能的研究历史,甚至能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,更是在当时诸如终极者之类的美国大片中,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,但在影片背后,那些对于武器化人工智能,是否真的有可能危及人类自身安全的思考,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止过。 近日,一直喜欢搞大动作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,CEOIO马斯克,却低调的在一份,可谓是几乎公开与政府撑反调的协议上,整重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 这份协议不是别的什么,正是由MIT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泰格马克发起的致命性自主武器宣言。 在2018年的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RD-CAL上,马克斯和他所任职的生命未来研究所一起,向全世界发出了几次武器化人工智能的生意,并起草了致命性武器宣言。 这份协议已宣誓不参与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开发、研究,并要求在世界范围内严格禁止该系统的开发和使用,一经发起,并引发了全球人工智能科学家们的广泛关注,甚至在人工智能科学界内,引发了新一轮的反武器化狂潮。 其战争,丝毫不比著名物理学家霍金,在2015年发起的反对武器化人工智能运动要差,看看签署了这份协议的人员名单。 SpaceX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罗马斯克、Scarp的创始人杨塔林、Deepmind的创始人哈萨比斯穆斯塔塔,享誉世界的人工智能科学家,本集奥赫斯图尔特拉塞尔, 以及2400名来自各个领域的人工智能科学家、企业家、工程师等等,阵容堪称豪华,都在电灯的照耀下签名,法师绝不配合军队研发杀人机器,武器化人工智能,之所以一举起来遭到各界的强烈反对。 正是因为它的冷血与不可控,有科学家认为,人类的生死应该由人类自己决定,夺取它原生命的行为,绝不能交给没有感情只有命令的机器。 而且,人工智能武器并不受到人类的直接干涉,会根据人类的命令,自行选择攻击目标。 在他们的大脑里,没有人性,没有交战规则,只有冰冷的命令,从军事的角度看,这一样固然不错。 但是,如果在它的判断下,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,甚至间接误伤了友军,这样的后果,又应该怎样处理呢? 再者,人工智能武器系统说到底,还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,系统漏洞肯定是存在的。 万一系统漏洞被别有用心的恐怖分,此加以利用,高效的战争武器,很可能变成高效的屠杀工具。 到那时,再后悔恐怕就来不及了,一直都有人说,人工智能武器是一把双刃剑,它可以成为世界和平的保护者,也有可能是世界和平的破坏者。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一直坚定的认为,人工智能很可能成为人类的毁灭者,随着科技不断的进步和发展,各国的人工智能武器系统,也在持续不断的推进着。 虽然,人工智能武器一直遭到各国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,但在高效,高杀杀的人工智能武器面前,为了在未来的战兵中不落人后,恐怕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因此而放弃对它的开发。 尤其热衷云杀人机器的美军,肯定不会就此散报甘休,只能希望各国能够理性看待人工智能武器,不要让本能使人类生活更加美好的技术,变成又一次军备竞赛的纷争核心。 准备竞